齐美拉尔女王死前诞下的人类婴儿 被和人类达成友好关系的 勇敢齐美拉尔当成女儿在养 然后他经常挥舞武士刀 再说自己的名字叫做开拓 这件事老烟鬼得知后雷霆震动 杠在医院无一能治 躺在床上用最尖端医疗科技维持着生命 斯文光头愿为治疗杠 拿出自己所有财产 而Kiru则愿意付出更多 能够就杠的只有Kiru和一个黑暗之子 会长时候猎人协会播出早已录好的影带 猎人协会的会长Netler辞去会长一职 协会将采取投票的方式选取新任会长 就从协会最高干部的人当中选取 猎人最高干部的成员是十二生肖 人心摸兽物种的牛 人心摸兽物种的兔 人心摸兽物种的蛇 人心摸兽物种的羊 人心摸兽物种的鸡 人心摸兽物种的猴 人心摸兽物种的龙 人心摸兽物种的虎 人心摸兽物种的狗狗 人心摸兽物种的马 还有人类物种的鼠和猪 竟是猪的代表 其中鼠在猎人协会中做出的贡献最多 也是最滑头最会占便宜的 所以他当选会长的概率会相当高 这是客观事实 但是其他干部包括其他猎人都非常讨厌他 这也是客观事实 因为他担任副会长以来 已经有多名猎人失去行踪 失去行踪要比确认死亡的事态更为严重 所以很难不让人怀疑 鼠可能在台面下搞人口贩卖 这时跳出来一头猪 说要继承会长的意志参选 猪的声望也得不到大家的支持 鼠疫出口就是最毒的善意 抓住晋的儿子快死这一弱点 对晋的人格疯狂敲击 然后这场选举在晋的主导下 新增了选举会长的新规则 当选会长的人从他们12人变成所有的猎人 由全体猎人投票 全体猎人参与率不足95%就重新进行 而且必须全部实名投票 否则该票数无效 之所以说是晋的主导下 是因为他早在两天前就预测了现在的情况 早在开会前就和斗子人串通 让公正的斗子人偏向他 虽说斗子人也想让晋担任会长 但晋却拒绝麻烦的失误 而Netro的猎人精神他主动继承 很快召集了全体猎人进行选举会长投票仪式 Hissoka来投空白票 他只是想来看看晋实力的 投票结果来看 无论进行多少次都令人失望 因为要求要几乎全体猎人都参加投票 就会有部分猎人没有来或者不投票的选择 然后又要重新进行一场投票仪式 然后最高干部们就要通宵打蛋开会 唯独只有晋的座位上不见人 Kirua推开自家五重门回家去了 他这次回家的目的是要见他的弟弟 这个弟弟不是说见就能见的 必须得到老爹的许可才行 老爹认为这个弟弟并不是人 甚至不是他们的家人 疼爱弟弟的Kirua听到这个连老爹都敢打的 Kirua极具力量的话 彻底说服了老爹 因为当时他离家出走时和父亲已选四月过 绝不背叛朋友 现在这个朋友还有救所以必须去救 打开多重这种门后 弟弟就被关在里面 这个可爱的妹妹一看就知道是个男生 因此我以后就叫他可爱吧 之所以被他们这么恐惧的对待 是因为只要他提出的三个要求 别人满足他后 他就会变成一个没有脸的东西 这个东西可以实现任何人提出的任何愿望 实现完愿望后就会恢复了 如果别人拒绝他的要求四次的话 拒绝的人就会被未知的力量 在无任何征兆的情况下残忍消除 与拒绝的人相处的时间最多的素人 和拒绝的人最爱的人也同样待遇 拥有一己私欲的管家想请求愿望 然后他的愿望立即就实现在眼前 从此可爱就被当成是怪物 周迪克家族不敢和他有任何接触 实现的愿望越难 下一次可爱的要求就会越难 死的人也越多 每一个要求都是要别人死的要求 Kirua多年后才来找弟弟 一方面是弥补以前对于他一直被关在这而不顾 另一方面是要实现就共的愿望 可爱现在提出了要Kirua死的要求 Kirua假死也是算数的 只要可爱认可那便算数 接着可爱的第二个愿望就是叫Kirua起来 第三个要求就是讨一个摸摸头然后睡着了 只有Kirua才有这样的待遇 Kirua抱起睡着的可爱 要求老爹放他们出去 老爹当然不可能放可爱出去 Kirua许愿强行出去 不放他们走的话就把亲妈杀了 私女一听兴奋到差点丢了 老爹只能答应别无选择 为什么Kirua要出去呢 因为可怕要治愈生命 必须亲手触碰那个生命才行 小时候受伤的鸟就试验过 出事出来了但是要如何到达Kirua那里 这个问题就很难解决 因为周迪克家族神通广大 不会让他走得顺畅 去是去着Kirua那里 不过被管家们锁住了自由 得知Kirua的情况很多人都来看他 Kirua工作太忙又来不了 很久不见的Leary气冲冲的离开病院 他来到猎人协会大楼 这里依然在进行会长选举 Leary并不是来参加选举的 而是来亲眼见一见Gin的 谁问他身为Gong的父亲为何不去Gong那里 对于Gin回避问题无视Gong的情况 甚至是出于有点不想去看的心情 Leary怒火中烧血管都爆了 发动他第一次露面的念力招式 垂烂猎人特制演讲台之后 拳头突然从Gin的桌上出现 竟然能够将传说级猎人Gin打飞 这么热血有灵魂的大胆行为 瞬间点燃其他猎人对他的好感 令他直接晋升为会长候选人第三名 要知道十二干部中的龙才第四 伊鲁米打给Kirua说要杀掉可爱 Kirua向伊鲁米宣战 电话那头声音传出要开始咯 立即就接上一架货车撞过来 他们的车走墙壁逃脱 伊鲁米只把人命当成蝼蚁罢了 这些无辜的人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冲上来又被钢筋攻击 车里面他们还没有离开车 如果是普通人刚才第一下攻击都招不住 伊鲁米出于担心可爱变成可怕 把家族人都消除 所以才提前抹杀掉可爱 用车子爆炸做掩护逃到森林隐藏 Kirua趁此机会 用电光伙食带可爱从管家手中逃跑 不过还是甩不掉最年长的管家 Hisoka帮助伊鲁米 拖住站在Kirua和可爱阵营的管家 魔术飞牌被梧桐的机关枪硬币打下来 看起来梧桐一个人就能应付Hisoka 刚才的射击不光打扑克牌还有攻击人 硬币子弹就连Hisoka的口香糖都不太能挡下来 使得Hisoka的手被高速旋转的力折歪了 Hisoka的念能力竟束缚了自己的双手 然后梧桐就发射子弹了 解除脚下香口胶 Hisoka能闪避Hisoka在周围引直式移动 快到梧桐都看不清了 这个速度和刚才的闪避是用香口胶做到的 刚才粘在香口胶的硬币 用香口胶发射回去 梧桐不闪而是对射 这个选择就选错了 Hisoka以两点同时攻击解决了梧桐 Kirua在崎岖的弯道都能电光伙食 这样一来最老的管家是没办法追上去的 然后他变成了一辆摩托 需要消耗别人的念能量才能驱动 剩下两个管家就是燃料 马上就追上了Kirua Kirua跳下森林逃脱 还是在飞船场被他们逮住了 管家的任务只是监管Kirua和可爱的行动 对于一路米要追杀可爱就要负责保护可爱 看护人的工作可不是这么容易的 在他们处理流程的时候Kirua已经开飞船飞走了 因为同时安排多架飞船起飞 所以一路米就没办法追踪目标了 一路米拿出隐藏的大头针 这些针能把人控制成僵尸为他卖命 一旦被针插上就等于是死了 Kirua知道一路米会用这个大头针追杀他 通知了老烟鬼做出行动 老烟鬼在通知猎人协会中的反猎人随意猎杀平民三人组 他们召集志同道合的其他猎人对付一路米 然后这些猎人被他杀了 他和黑索卡靠那些僵尸获取情报 仍然在追杀可爱 两个较强的管家继续追Kirua 距离Kirua只剩下60公里的路程 Kirua下飞船换汽车前往 一路米准确预测他的位置将他拦截 一路米是靠跟踪在Kirua后面的管家预测的 所以客观事实是管家出卖了Kirua 为了帮助Kirua突破一路米 管家继续接受可怕的第二和第三个要求 因为上一次Kirua许得愿望并不难 所以这次可怕的要求只是要管家的手指甲 然后可怕就出来了 Kirua露出这个表情是因为 一路米知道同一个人无法连续许愿 他把家人看得比自己的命都重要 但是却认定可爱不是家人 Kirua都被哥哥欺负哭了 同一个人无法连续许愿这个规则对他无效 Kirua许得愿是治疗管家的手指甲 这才把可爱治疗别人 必须亲手接触那人的秘密爆出来 还有更重要的秘密是 可怕其实是最善良的 治愈别人之后只会要求可爱的要求 例如温馨的抱抱 然后就体力耗尽睡着 没有告诉大家这个秘密的Kirua 对可爱深感内疚 令到他被家人们当成怪物对待 错的不是可怕 而是利用可怕的人 这样Kirua就杠的风险就解除了 既然可怕治愈别人是不需要残酷代价的话 一路米就不存在为了家人的性命而杀掉可爱 但是可怕的可怕一面是事实 可爱仍然不是家人 一路米隐藏可怕的秘密 一方面是震慑家人以达到保护可爱的目的 另一方面是为了这个力量为他自己所用 终于Kirua能带着可爱来就告 只剩下等可爱自然醒来 另一边猎人协会会长选举 经过数日不断重新投票的结果 最终由前四名候选人进行复选 会议内容是他们上台演讲进行拉票 然后很有当领导前置的Lario 当他把发自内心深处的 感动人心的真心话讲完后 竟然意外的得到了大家的认同 在静的开头下 Lario得到其他候选人的支持 经过会长选举仪式第八次的投票后 Lario荣登第一名 但是由于占票率不足50% 所以还要让Lario和副会长进行PK 另一边可爱刚好睡醒了 不需残酷的代价就能换出可怕 将变成干湿的杠的手伸出 可怕终于在治愈杠 到底能不能治愈变成这样的杠 只有做了才知道 赤约和治约的强大写念正在进化 这个强大的力量震撼所有强者 是他们从未感受过的巨大 感受到这个信息竟又喜又烦恼 副会长看着他却露出了一丝微笑 因为只要杠活过来了 Lario就没办法和他竞争会长 Lario是靠打劲为杠出去才拉拢的票数 所以当Lario不再为杠担心时 所有的猎人就不会继续追随他 看到这个力量的伊鲁米实在高兴 他发现了一个惊世害人的工具 正当会长选举进行到白热化阶段时 突然传来一个既光明又黑暗的急报 副会长不看也知道是什么 那当然就是杠成功复活了 老烟鬼是这样传递喜报的 这就很有他的风格 迟钝的Lario过了两秒才能反应过来 杠已经可以靠自己走出来 杠已经完全的康复并出现在这里 Lario激动的飞群住了猎物 副会长仅仅是个猎人 并不能预测未来和操控天意 他只是做到顺应天意而已 来到这里 杠总算是见到了莫德感情的禁 见到禁 杠的第一反应是连忙道歉 因为他的犯错把开拓变成了小女孩 莫德感情的禁对于亲情无从应对 当杠一说到身为猎人的职责时 禁马上就变得语重心长 开拓之所以被干掉 是因为他低估了对手 绝不是因为杠的任性导致 但杠的弱想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一番话彻底将杠的内疚一扫而空 然后趁机会支开他 让他去和开拓道歉 杠回头可怜的恳求要和他多说说话 被莫德感情拒绝了 立即遭到当场的所有猎人热烈折骂 竟根本就不当事处是一回事 不服就来干他要和全部人为敌 会长选举到会仍然在进行 赚速快的副会长利用现场局势 利用Gong来选会长 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能知道 什么都不懂的Gong 当然不会选 什么都不懂的Leorio当会长 然后很顺利的就选了副会长 Leorio投了副会长一票就走了 据静透露的可靠消息 Kaito当时使用的魔法棒是他自己选的 唯独这个魔法棒不是靠运气摇出来的 目的是为了施展魔法 所以Kaito变成小女孩 是他自己救了自己 严格来说Kaito并没有被猫女杀死 Gong更没有害死Kaito 会长选取的最终结果 副会长辞去副会长职位 会长交给了狗狗来当 施救完Gong后 伊鲁米又来找Kirua 他要控制Kirua 再让Kirua控制可怕 这次Kirua直接就叫醒了可怕 用命令的方式 把伊鲁米直接送回了家 短时间内Kaito就长这么大了 道歉完后 双方一时达成一致 为今后挑战更高难度而变强 回来一看 果然Gin就溜溜球了 Gin会在世界树上面等Gong Gong再次叫上Kirua和他一起旅行 这次只是旅行 而不是冒险 世界树是全世界人类已知范围内最大的一棵树 事实上这个妹妹是拥有两重身份的 不管哪个身份都是Kirua的妹妹 事实上可以无条件实现Kirua的愿望 他们在这里暂时离别 因为Gong要回到父亲身边和父亲相处 身为猎人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时刻享受挑战带来的乐趣 Gong现在正在徒手爬世界树 爬到顶点气都不喘一下 世界树顶点有奇怪的生物 Gin果然就在这上面 看到了吗 这个高度有1700米 这个高度Gong爬上来仅仅需要20分钟 爬1200米的高度仅仅20分钟 算下来大约一分钟就垂直向上60米 然后Gin和Gong单独说了很多 关于自己冒险的故事和自己所向往的事情 一直谈到太阳落山 不停歇的自律于认识世界的Gin 所得到的最新认识是 这个大千世界在人类活动的范围以外 还有着其他不为人知的部分 这就是古代史版中所记载的古代传说 光是这个情报就是无价之保 曾经到过那里去的人留给后人的财产 Gin追求的不是钱、女人或者权利 而是更高的价值 探索未知的精神 为了前往那里 Gin现在正在努力 一直努力到自己能去黑暗大陆 并且以朋友的身份邀请Gong 也一起来冒险 下一张黑暗大陆片 将会以探究生命根源为主题进行冒险 TV放送的最后 为了迎合日本的政策 宣扬友情羁绊 所以结尾是以这个主题来点缀